偷偷喜欢兄长的第十年 她被常公主活活打死了 为了刺激九千岁 常公主绑下桌序 纳了新科炭花狼当驸马 他们情爱拉扯 重归于好 用我兄长的命献祭他们的爱情 可怜那双提笔安天下的手 被一根根敲碎 那从不肯折腰是权贵的脊梁骨 也被硬生生折断 我背着她的尸骨 在雪中走了一天一夜 五年后 世上已无人记得 那个可怜的炭花狼 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变成了 常公主的新宠是个女子 日头正烈 宫女们拎着石河鱼罐 经过长长的涌道 我故意打翻了玉贵人的石河 石河里的珍珠翡翠脚 便滚了出来 我洋装惊慌 立即跪了下来 抖入筛康 那管事的刘太监 昨日夜里刚刚扣响了我的房门 我挣扎得厉害 惊动了管事嬷嬷 他才冷着脸拂袖而去 你可别后悔 所以此刻 我还未抬头 他便一脚踹了下来 天上本就飘着细蒙蒙的雨 他的靴底沾满了泥浆 又力道极大 污泥瞬间堵了我的鼻息 不过还好 石沉刚好 为了拖住他 我只得加齐嗓子求饶 刘公公 奴婢知错了 请您怜惜奴婢 看我示弱 他便本加厉 掐着公鸭嗓阴阳怪气 哟 还当你是什么贞结猎女呢 不是瞧不起爷吗 放了你可以啊 从爷的当下爬过去如何 我瞳孔猛地放大 来不及思考 那刘公公就手脚并用 要压着我爬 周围一片噤声 无人敢替我说情 下一秒 我瞧见一双蓝色织金靴 松了口气 我知我等的人终于到了 我用尽全力挣脱 不顾自己满脸污泥 瞧起来多么狼狈 抓住了那来人的血 贵人 求您救救我 求您救救我 那被抓住之人愣了片刻 冷淡的声音便从头顶传来 带走 我嘴角勾起一抹 极难察觉的笑 我赌赢了 就我之人 乃是全是滔天的九千岁郑青童 她并不关心 我是否被欺误 只是见不得有人 在她每日必经之路上撒野 昌平长公主身边 还缺个洗脚臂 瞧着也是个 齐头整脸的 不如 洗漱一心后 我被人带到郑青童面前 她一旁的管事嬷嬷 揣摩着提议 洗脚臂 那郑青童却并不言语 慢条思理地喝着手中的茶 茶味清清淡淡 让人心安 我鼓起勇气 抬眸瞥了一眼 此人确实美如妖孽 怪不得让公主钟情多年 苍白瘦弱 金贵不可逼世 只是没心灵的紧 我看得出神 下一秒末地对上了 她审视的目光 你认识我 我一击灵 赶紧跪下答 奴婢上月刚入宫 自然是不认识郑大人的 只是奴婢久闻郑大人菩萨心肠 最是庇护我们这些奴才 今日才斗胆向大人求助 奴婢愿意去做长公主的洗脚臂 定当尽心竭力伺候主子 以报郑大人今日搭救之恩 此话并无半句虚言 郑青童眼眸忧深 轻笑了一声 那便去长公主身边 做个洗脚臂吧 长公主乃当今圣上同胞清姐 身份贵重 却命运不济 年少时和亲墨北 墨北兵败 墨北王殉国 公主便被迎了回来 三年后 长公主绑下桌序 一眼看上了新颗炭花 可成婚不足一年 驸马暴毙 那暴毙的驸马 便是我兄长 记怀人 身逢乱世 百姓之命如蝼蚁 我们村在墨北与中原的交界处 阿爹被拉去参军 自此音讯全无 阿娘日日绣花 养活我们姐妹二人 攒够了盘缠 就去寻阿爹 这么寻了三次 我娘也没了 风烟起 墨北的军队 踏平了我们村 阿姐死死将我护在身下 我闭着眼 阿姐的血流了我一身 是计划人 将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 他本想分我半个馒头 让我不至于饿死 可我却像个无赖一样 缠上了他 他往前走 我便一言不发地跟着 他呵斥我让我回家 我只瞪着眼睛摇头 我没有家了 从早上走到晚上 我发现他其实也没有家了 四周是灰茫茫的天 到处弥漫着血气 我忍着痛走过绵绵的沙山 身后蜿蜒出淡淡的红色血迹 直到寄怀人无可奈何地停下来 脱下脚上的粗布鞋 穿到我脚上 我笑着对他说 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啊 我们相依为命 辗转了很多地方 从墨北到中原 我绣花补贴家用 他读书 晚上 他就着满屋子月色清灰 教我认字 东 夏 这是你的名字 明明我的名字最是俗气 阿姐叫春秋 我便叫东夏 可这名字 从寄怀人的口中念出来 怎么这般好听 我痴痴地瞧着他 心中涌起了不可说的起思 我觉得我有罪 我开始躲着他 他上京赶考那日 我躲在村口的大槐树后面 使劲搅着手帕 余晖落在他风轻云淡 的脸上 没有丝毫不耐烦 我知道他在等我 可我哭红了一双眼 怕一露面 便要露馅 我怎能爱我的兄长 金屋将坠 但月新生 最后一批同僚也要启程 我扭捏着跑出来 将一个荷包塞到他手里 转身便跑 他在身后喊我的名字 带着温柔的笑意 东夏 在家等我 我脚下一愣 家 是啊 即东夏与寄怀人的家 想着想着便豁然开朗 兄妹也好 爱人也罢 我与寄怀人永远是一家人 我回头瞧他 夕阳下他的轮廓柔和 清俊挺拔 漆黑的眸子里 带着意味不明的笑意 他上前一步 将手放到我头顶 比了比 我们东夏是大姑娘了 等哥哥回来 便给你一亲 我的话耿在猴头 寄怀人 等你回来 我嫁你可好 可我等到的是他上公主的消息 他们说 炭花狼摊木权贵 一朝高中 就自断前程 做个上公主的窝囊费 他们说 谁人不知昌平长公主 于九千岁是一对院旅 寄怀人不是攀附是什么 我不信 我左等右等等不回他 数了数荷包里不多的银钱 便上了京 一路风餐露宿 差点被歹人掳走 走了整整三个月 我问路上起儿 昌平长公主身在何处 他笑我吃傻 指着境内最金碧辉煌的所在 莫 在哪 我开始怀疑 难道寄怀人当真贪恋权势 忘了本心 我走到了公主府前 草席裹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被丢了出来 我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看见一个沾着血的荷包掉了出来 上面弯弯扭扭袖着的 是平安两字 我扑上去 掀开草席 那面目全非的尸首 不是寄怀人又是谁 我哭着问为什么 我要将那公主府闯上一闯 凭他是皇帝老儿 也不能欺误我兄长 可门外的守卫 只一脚便将我踢开 我捂住胸口 呕出了一口血 恍惚间 我仿佛看见寄怀人的脸上躺着泪 他跟我说 斗不赢的 那天 京城下了好大的雪 我背着他的尸骨走了好久 我想将他背回家 背回我们的家 可走着走着 他的手指掉到了我身上 然后是碎肉 我发疯一样 在雪地里捡他的残骸 那双手曾一笔一画交过我血 平安二字 如今却被人生生折断 那在死人堆里 都不曾弯下的脊梁 也被打断了 我颤抖着撕开他的衣服 血肉和不山黏在一处 发出可怕的撕拉声 比这可怕的 是他满身的伤 浑身皮肉 没有一处完好 何至于此 我被滔天恨一席卷 我回不了家了 寄怀人也回不了家了 我亲手给他挖了个坟 食指翻起 一捧捧的黄土填进去 又是一整天 我跪在他的坟前 往前看中门酒肉臭 往后看是兵荒马乱流离失所 我听到茶楼的路人嬉笑 那寄怀人 以为自己攀上了长公主 却不知道 长公主只是拿他刺激九千岁的 听说那寄怀人知蓝玉树 要我说 九千岁一个太监 怎么比得了真男人啊 那就得问问长公主了 又是一阵哄笑 原来我们遭此恶难 只是因为长公主 与九千岁的情爱拉扯 十年寒窗 一枪暴富 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原来你我皆为蝼蚁 在权贵面前 连个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可凭什么我的命运 要被他们的喜怒随意摆布 我不服 意外是在第三天发生的 我本端着一盆热水 在院子里候着 礼物传出长公主的斥责声 一群雍衣 废物 然后便是叮铃 光当砸东西的声音 砸了半天 管事姑姑急匆匆跑了出来 与门外的丫头 尔语几句 那丫头便黑着脸色跑了 似是去寻人 不过一会 我又看见了 那双蓝色织金靴 郑青桶脚步匆匆地来了 身边一同伺候的丫鬟 扯了下我的衣袖 示意我离开 我不解 她便直接拉着我走了 郑大人来的时候 咱们这些粗屎丫头 是要退出来的 我装作不解 小菊姐姐 这是何故 那名换小菊的侍女 一脸慧莫如深 留下一句 郑大人啊 可是咱们公主的药 最后一缕鱼灰散尽 暮色渐沉 夜风造人 昌平常公主 暧昧的娇笑声 从店内传来 我对着小菊笑得灿烂 小菊姐姐 我懂了 第二日 我假借头痛之名 求着相熟的太医 给了我一些添麻 白纸 穿胸 都是些常见的药材 然后 熬了一锅洗脚水 见公主用晚膳时 心情不错 我便壮着胆子 将这锅洗脚水端了进去 我战战兢兢 脱下长公主的邪履 她脚上烟红的扣单 趁着脚趾分外白皙 无端让人害怕 永泉学 中空学 太冲学 我在心里默念 这些学位的名字 不断提醒着自己 手法要到位 手筋要适中 你在里面加东西了 公主本在闭目养神 却冷不丁发问 我的心 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却仍不敢停下 手上的动作 竭力稳住自己的声音 回禀公主 奴才在里面加了天麻 穿胸 都是极常见的药材 奴才听太医说 这两位药材 对头痛一症最是有用 奴才便自作主张 向太医院要了血 四周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听到自己 雷骨般的心跳 紧了嘴唇 呵 自作聪明 不知过了多久 常公主轻蔑地笑了一声 完了 身后的嬷嬷立刻上前 立声训斥我 哪里来的洗脚臂 这般不知轻重 来人将她拖下去 我跪下求饶 奴才不是有意的 奴才见公主被病痛折磨 心中不忍 才自作主张 求公主饶了奴婢 身后的侍卫 却已将我架了起来 还不将她拉下去 赏她三十大板 这三十大板下去 我不死 也要丢掉半条小命 慢着 长公主赤脚起身 慢不惊心地叫停 我正欲开口求饶 她已用那双玲珑玉制的脚 轻轻勾起了我的下巴 是个标志的 这么杀了岂不可惜 想让本公主留你一命吗 我第一次抬头看向她 哪怕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她也是美的 美得张扬又热烈 但却能让你联想到 即将开拜的花 我点头 她笑了 指着身后那盆 加了草药的洗脚水 命令我 喝了它 我只愣了一秒 便跪爬着 到了公主脚下 捧起洗脚水 如真修 如佳酿 我尝了一口 草药味中 混着淡淡的香味 你瞧 这有何难 没有家破人亡难 没有勇师之爱难 有了第一口 便有了第二口 第三口 行了 头顶传来长公主的声音 我却不敢停 又饮了一口 我说行了 这次 长公主的声音淡淡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愣了片刻 冬夏 奴才叫冬夏 明天开始 来我身边伺候吧 第二日 我才知道 昌平让我伺候的 是只蛇 昌平为那蛇 单独辟了一间宫殿 冬日寒冷 他便整日 为那蛇燃着炭火 那蛇挑食 他便养了许多白薯 挑那最新鲜柔软的 畜生白薯 喂给那只蛇 管是嬷嬷冰冰 说了句 今后你当尽心 伺候玉精子大人 便走了 我瞅着眼前 顽口粗细的黑蛇 笑得癫狂 他不是爱蛇如命吗 那我就比他更爱 他日日照见这蛇 我便将这蛇捧在怀中 塞进礼衣 跪下来道 天气冷了 我想着将玉精子大人 揣到怀里 他才不至于受冻 说着便不动声色 掐了那蛇一把 胸口传来剧烈的痛楚 鲜血染红了我的外衣 那黑蛇 蜿蜒着爬出去 浑身沾着我的血 这诡异的画面 直接戳中昌平残忍的心 他笑出了眼泪 拍着手叫着那蛇 好孩子 快来 快来 我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他笑着说 许久没见过你 这般忠心的奴才了 赏 给我赏 我笑得无比乖顺 用晚膳时 昌平让我拎着玉精子 在一旁侍奉 他将白天的事情 当作笑料 讲给郑青铜听 郑青铜冷冷扫过 我身上的血污 皱了皱眉头 不嫌不淡地说了句 昌平 你也太孩子气了些 孩子气 我在心中冷笑 这世间哪里寻 这么残忍的孩子 昌平却不愿意了 撂下筷子 便对着郑青铜发火 你是心疼这小丫鬟啊 哦 我倒是忘了 这丫头 可是郑大人给我送来的 郑大人如今英雄救美 都要就到我面前了吗 我假装委屈 低着头不敢说话 郑青铜眉间 闪过一丝不耐 按于身份 却只能低声下气地哄他 你这是什么话 我对你的心意 你还不明白吗 说着便起身 去牵昌平的手 我知趣地退下 可还没完全踏出寝殿 身后便传来了公主的交传 竟是这般 光明正大 我暗暗回头 两人已拥在一处 那苍白的郑大人脸上 挂着诡异的潮红 窗外 长公主的声音 似飘在云端 说不出的欢愉 我不通男女之事 却又实在好奇 拉开一点门缝往里瞧 那郑青铜 跪在长公主的踏边 坐在床上的长公主 似有些难耐 紧紧抓住了郑青铜的头发 他们二人 还真是情深义重呢 我勾起嘴角 只是不知道 这般情深义重 能坚持到几时呢 长公主与九千岁之事 是皇家的丑闻 而我要做的 就是满足市井百姓的八卦之心 只需聊聊几笔 将长公主与九千岁的 香烟意识描画一番 便能如星星之火 在民间传开 于是今日我写 俏娘子生辰叛军制 风雪夜春宵值千金 过几日又写 有情人巧回芙蓉萍 玩夙愿 不忘续前缘 两人的故事在民间越传越离谱 竟有戏班子冒天下之大不韦 排出了折子戏 处处影射长公主 天子震怒 可又如何能堵得住 天下万民之口 杀了戏班子 还有千千万万人口耳相传 而要破除谣言 便要顾忌重施 给公主选序 只是不知道 这次的倒霉蛋又是谁呢 于是朝堂至上 皇上亲口问郑青童 郑青与皇姐自小一起长大 对皇姐的人品性格最是清楚不过 能否请郑青为皇姐择一家序 那郑大人正了半赏 垂下头硬了句 臣 灵命 此事传到长公主耳中 她砸了一屋子的物件 仍不解气 杨起边抽打工人 只打得半个弓的工人 浑身皮开肉绽 打不动了 就将玉精子放出来 任由她缠在工人身上 舔是鲜血 几个小宫女 当即被吓晕过去 就被冠上不尊重公主的罪名 拖出去乱棍打死 一时间 如人间炼狱一般 而我立刻提笔写下 东非伯劳西非燕 痴情女类洒进工围 长公主疯了几日 郑大人忠实来了 长公主正在拿鞭子抽人取乐 她略一皱眉 一鞭子便抽到了她脸上 瞬间 她那张清俊的脸上 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跪下 长公主极言利色 郑青铜面不改色地跪下 全然不顾脸上的伤口还在冒血 与屋内的奴才并没有什么不同 长公主却红了眼眶 放下鞭子 从侍卫身上把下一柄剑 直指郑青铜 不管你为我找什么粮序 你找一个 我杀一个 哪怕杀遍天下人 我也绝不嫁旁人 剑拔弩张之际 我上前一步 温柔地拉住长公主 低声劝慰 公主 郑大人也是身不由己 这是皇上的旨意 郑大人在朝堂之上 要奔前途 领皇命 公主你也不愿将她困在身边吧 一句话点醒了长公主 她默默地扔下手中的剑 颤抖着扶起郑青铜 拿袖口去擦她脸上的血 哀求道 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天洁富贵 你要什么没有 你就在这里陪我好不好 就当个寻常的小太监 郑青铜任由她拉着自己 一声不吭 只冷淡地瞥了一眼她 长公主瞬间明白自己失言 郑青铜最介意的 便是别人说她是太监 不不 不是 你来做我夫君 我去求皇帝 我们做一对寻常夫妻 远离这些事 行吗 她生生气血 可郑青铜既尝过权力的滋味 又怎能割舍 她甩下长公主的手 看着一屋子狼藉 厌恶的神情显露无遗 昌平 你不是小孩了 不要再任性了 长公主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长公主哭了一整晚 她要我陪她喝酒 喝完酒她又头痛欲裂 拉着我的手倾诉 我满心欢喜 要嫁给青铜的时候 她家却遭难被抄了家 我跪在父王殿外一整晚 求她留下青铜的命 我说我愿意去墨北和亲 我什么都愿意 只要青铜活着 临行前 我想再见她一面 可她却问我 为何要救她 那神情 就如今天一模一样 她问我 为何要让她这么没尊严地活下去 我便有尊严了吗 我嫁于外邦人 难归故土 你知道吗 东夏 我本有个孩子的 我那孩不过两岁 两军交战之时 便被墨北王举上肩头 她要她看看 墨北是如何复国的 皇帝的剑 就那样将她射穿了 可怜她还那么小 我哭着找她 我在血海尸身里寻她 寻了一天一夜 是玉精子 那小蛇 她突然出现 引着我找到了我儿的尸体 她就是我儿的化身 她也舍不得娘亲 一定是这样的 还真的是 令人动容呢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 是人命为草芥 世人皆苦 身逢乱世 更是苦上加苦 我与兄长难道就不苦吗 我愿意身屠龙 就不曾惧怕过 变成恶龙 自从侍奉长公主以来 我身上就佩戴着一枚穿胸香包 我身上的味道 能缓解她的偏头痛 所以她也对我越来越亲近 我学着兄长的样子 将她搂入怀中 轻轻拍着她的背 她的气息逐渐平稳 只是一张脸 在我怀中没了血色 暮暮的 我轻轻捧起她的脸 一脸认真 公主 你瞧瞧我呢 这世间爱你的人那么多 不止一个正大人 正大人会走 皇上会走 可奴婢不会的 奴婢会永远 永远陪着你的 我会陪着你一起下地狱的 我表情真挚 一副爱惨了她的模样 她的眼睛瞬间睁大 迷茫 又难以置信 我大胆地靠近她 在她额头上 浅浅地印下一吻 第二日 我是在长公主的床上醒来的 我披上衣服出门 小菊眼中的惊诧 一闪而过 转而小声对我说 正大人半夜就来了 郑青铜伤了长公主的心 半夜起就在屋外跪着请罪了 怕扰了公主 所以无人敢通病 她身上落了一夜的双血 腰背却仍挺地直直的 如雪中松柏 我上前扶起她 她如触电一般收回胳膊 脸上挂着虚弱的笑 冬夏姑娘 公主昨夜可还好 是否头痛发作 无法安枕 我裹了裹身上的大肠 笑了 郑大人放心 昨夜我陪着公主 我将昨夜两个字 咬得极重 起先公主是有些伤心难过的 可后来 她与我聊了许多 你们的往事 公主跟我讲你们少时的故事 讲墨北 讲玉京子 公主说她累了 不想见大人了 往事难追 你们都要朝前看 郑青铜眼中闪过一丝不信 昌平她 当真这么说 我点了点头 继续安抚她 有我陪着公主 大人仅可以放心 大人难道忘了 当日是您 将我从那刘公公手里救下来 我定会代替大人 好好照顾公主 她的头 不痛了吗 隐忍了许久 郑青铜长叹了一口气 瞧着她痛苦 我心里畅快极了 原来这就是当坏人的感觉 我贴近郑青铜的耳朵 用旁人听不到的声音 轻描淡写地说 郑大人 你与我有什么不同呢 你会的 难道我就不会吗 如今公主的药 是我 郑青铜不可置信地抬头 脸上更加苍白了 郑青铜与昌平 他们是彼此的救赎 可他们之间却有了嫌隙 千里之低亏于一学 郑青铜失魂落魄地走了 单一下 轻瘦的轮廓清晰可见 见她走远 我转身立声道 公主不愿见郑大人 今日郑大人来过之事 谁都不许说漏嘴 明白吗 她要郑青铜的爱 我却偏要让她重叛亲离 长公主的头痛之症 越发严重了 只有我在身边的时候 才能稍稍缓解 而这当然是因为 我日日在香包里 在洗脚水里 在饭室里放了 让人成瘾的药草 初使用时 对她的头痛之症 有极大的缓解之效 久而久之 却越来越上瘾 对药材上瘾 对我身上的味道上瘾 瞧着她那副虚弱的病容 我开心极了 转眼到了开春 天气阴晴不定 长公主又染了风寒 这一病便是许久 郑大人再没来过 长公主也没问过 这个人仿佛在 长公主的世界里消失了 她没有力气哭闹 没有力气抽打下人 偶尔坐在院里的 松树旁发呆 身边陪伴的 只有玉精子 偶尔从前朝传来消息 郑大人为长公主 择续之事 从未停止 听闻公主缠绵病榻 圣上几番来看她 情真意切 最后一次来瞧她时 公主已没法 亲自起身送她 我将圣上送到殿外 正要转身回去 她却突然叫住了我 季冬夏 联名待姓 我立刻跪了下来 姬怀仁是你兄长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圣上是什么时候 知道我的底细的 长公主知道吗 郑青铜知道吗 姬姑娘好大的胆子啊 将人给我拿下 我还没来得及争辩 就被两个侍卫强行押走 这次我是真的完了 我被丢到暗无天日的大牢里 但两日过去了 没人审讯 没人用刑 甚至一餐不落地 给我送饭 第三日夜里 我被带到了皇上的寝殿 烛火幽暗 少年天子就着那昏暗的光 披月奏折 眉头紧锁 见我进来 她揉了揉眉心 唇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笑 打亮了我片刻 语气竟是意外地柔和 你来自民间 那我问你 百姓心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皇上自然英明神武 一代明君 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她朗声笑了起来 当真如此吗 朕想听真话 我鼓起勇气直视她 反正要死了 皇上何必为难奴婢 大圣举国之力灭了漠北 圣上自然流芳百世 堪称一代明君 可常年战乱 让百姓苦不堪言 流离失所 也是真的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圣上意在千秋 何必在意百姓是怎么说的 她定定地瞧着我 照彻乾坤 印透山河 好一句是非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不愧是寄怀人之妹 朕十六岁能评墨北 自然也能还百姓一个和清海燕 朕要做便要做那史书上的千古一地 她话锋一转 又道所以季冬夏 我阿姐不能留 郑青铜也不能留 你可明白 你愿意做镇手中的一柄剑吗 我愕然 这是何意 她要做千古一地 她不能有污点 昌平长公主是她的污点 因为她曾和清墨北 因为她曾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外 少年天子朝我伸出手 我却犹豫了 头顶传来一声冷哼 你以为若没有镇暗中帮忙 就凭你那些微末伎俩 也能伤了阿姐 我浑身发冷 原来自我进宫那一刻 就已在她的算计之内 怪不得刺子有惊无险 唐狼补偿黄雀在后 不过如此 思极此 我抬头对她挤出千娇百妹的一笑 顺势将手放入她的手心 能成为陛下手中的剑 奴婢荣幸之志 皇上需要奴婢做什么 她满意地笑了 拉住我的手用力一扯 我便落入了她怀中 耳边传来低声耳语 下月初九 正要阿姐嫁入鸿门阳市 留她性命到那一日 你冰雪聪明 自然明白朕的意思 我心下了然 轻轻抽身 那奴婢现在 可以继续去伺候长公主了吗 我行了个大礼 转身告退 身后却又传来她沉沉的嗓音 慢着 季冬夏 你兄长之事 朕对不住你 衣袖之下 我紧紧握住了拳头 指甲几乎要欠进肉里 鸿门阳市 门阀世家 盘根错节 圣旨来的时候 昌平面如稿素 摇摇欲坠 我将他扶起 他眼中恨意滔天 拒不接纳圣旨 我不嫁 我要见皇帝 来宣旨的宫人陪着笑 圣上说了 婚期将至 他见了长公主伤心 所以便不见了 又道 这鸿门阳市的大公子 文韬五略 出将录像 也是指日可待 也不算辱没了公主 长公主 接旨吧 见皇上如此绝情 他双目心红 抓着我的手微微发力 郑青铜 这便是郑青铜 为我选的驸马 他力声呵斥 那声音飘飘散散 拒不成气 像极了地狱的恶鬼 我慌忙跪下 见我跪了 满屋的下人都跪下了 无人敢出声 落在昌平的眼里 便是默认 他苦笑起来 半赏 呕出一口鲜血 落在月白的衣裙上 开出了一朵将死的花 太医说 他活不过一个月了 我却哭着 跪倒在他面前说 太医说了 公主的病来势汹汹 乃是在墨北染上的就急 若要根治 还缺一味药材 他不想死 赶忙问我是什么药材 这就派人去寻 我颤抖着手 指了指一旁悠闲酸睡的玉精子 公主 能治您病的药材 是他 他眸中一瞬间失了神采 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等再醒时 我已将玉精子入了药 包皮去骨 留下些软嫩的蛇肉 炖了药 我扶着他 已靠在他边 一口地喂他喝药 口中还停着旧日的割药 公主可感觉好些了 他需拖地点点头 我便笑了 看来太医说得对 这药果然能治病 他惊恐地瞪大眼睛 药汤里漂浮着的白肉 瞬间明白了 手指伸进嘴里使劲地掏 然后便吐了一地 他狼狈不堪 指着我咒骂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 我只扮作无辜 伸手去扶他 公主千万别伤了身体 公主若是再不爱惜身体 玉精子大人可就白死了 他一把推开我 可除了我 再没人敢去扶他了 入夜 皇上差人给我送来了一件礼物 是一只信鸽 睽違日久 未夕近况 下月十五 可否与君相见 啊 是郑青童 他竟还没有死心吗 是为了劝长公主 嫁入杨家 还是要带着心爱之人 远走高飞 我捏着那蝉翼 一搬薄的纸 一松手 那纸便掉入火焰之中 瞬间灰飞烟灭 郑青童你莫要着急 等长公主去了 你们二人自会在地狱相见 婚礼那日 公主便如傀儡新娘一般 被人架着送出了宫进 我作为陪嫁丫鬟 安分地跟在车队之后 皇上满脸泪痕 与我的目光对上 不着痕迹地点了个头 按照她的计划 公主该死在今晚的新婚之夜 若是今日侥幸没死 撑到明日 也是可以的 只要公主死在红文杨家 她就有一百种方式 将杨家连根拔起 到时一旦三鸟 在没有女人挡在她的千古贤名之前 也没有千年世家乱她的朝纲 郑青童也必将一蹶不振 过了今晚 一切都会落幕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十里红妆 烛火彻夜不息 凤冠侠配下的那张脸 却苍白如鬼魅 我扶着昌平坐到婚床上 嘴里说着吉祥话 她却自顾自将头上的喜帕接了去 我赶忙去拦 公主 要等驸马 话还没说话 她一个眼封扫来 我立刻晋升 这是我第三次成婚了 可依然不是郑青童 怎么可能是她呢 从我决议去和亲那一刻开始 我与她 就再也没可能了 她一脸悲戏 我只静静地拿着胭脂 往她脸上涂 公主莫要再自苦了 今日大婚 你该笑的 可不管我如何涂抹 她那张脸总是苍白的 她打落我手中的胭脂 抬手抚上自己的脸 我这一辈子 终究是不值得 是啊 是不值得 我捡起地上的胭脂盒 吹了吹上面的灰 这只被无辜摔坏的胭脂盒 值得吗 我索性不装了 轻挑地挑起一抹口汁 抹在自己唇上 那公主要去死吗 昌平错愕地抬头 公主今日便去死吧 她惊恐地退后 口中如 冬夏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嫂嫂 我该叫你一声嫂嫂的 公主贵人多忘事啊 可还记得 你上一任夫婿 姓甚名水 她脸上的迷茫 一闪而过 激怀人 你是激怀人的妹妹 我捏着她秀美的下巴 步步紧逼 公主殿下还不知道 我叫什么吧 我叫记 东 夏 公主什么都不记得了呀 可是我记得 我兄长想与你好好过日子的 她不在乎你是否成过婚 不在乎你心里是否有别人 她那么好的一个人 可你做了什么呢 郑青铜吃醋了 你达到目的了 我兄长就多余了是吗 就没利用价值了是吗 我见过我兄长的尸首 你将她的手敲碎了 脸也滑滑了 让我想想 是为什么呢 是她的脸太过俊美 将郑青铜那烟人比了下去 还是她那双手曾经摸过你 让那烟人吃醋了 说到最后 我几乎怒吼出来 你早就该死了 我的手向下移 像抓鸡崽子一样 扣住了她纤细雪白的脖梗 她本就虚弱 稍一用力 她便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我瞧着她挣扎 心中畅快极了 可这还不够 我松开手 她像支冰死的鱼一样 大口呼吸 我蹲下身 轻轻拍她的背 她却像见了鬼一样 仓皇往后挪 你以为郑青铜爱你吗 你以为你皇帝爱你吗 你以为我爱你吗 没有我 你今夜也一样要死的 他们费尽心思 为你选了这么好的夫婿 便是要用你的命 将这红门阳士连根拔起 这世上无人爱你 你也不值得被爱 她摇着头后退 眼中尽是绝望 我缓缓起身 居高临下地瞧着她 朱唇清起 长公主请吧 一刻钟之后 红竹摇曳的昏房中 传来一声惨叫 划破了寂静的夜 众人闻声赶到的时候 都被眼前诡异的一幕惊呆了 那绒色清澄的长公主 穿着火红的嫁衣 躺在昏床上 嘴角躺着黑血 旁边有一盘 吃了一半的核桃酥 这核桃酥有毒 人群中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我立刻跪下 抱住一脸金巨的新郎官的腿 我家公主 只吃了一口这核桃酥 为何 今日上花较浅 公主还好端端的 还吩咐我好好给她梳妆打扮 她满心欢喜的来嫁你 你们这羊府 难道是龙坛虎学不成 见我哭得悲戚 众人齐齐将目光 放在新郎官身上 她张口语辩解 已被护卫团团围住 传陛下口语 陛下早知羊府有不成之心 若公主在羊府有任何闪失 立刻将羊府上下一干人 等捉拿归案 天上突然下起雨来 好好的一场喜宴 成了鸿门宴 冰蟹香机的声音 附如哭泣的声音 我麻木地闭上眼睛 任由雨水打在我脸上 我穿过地狱 走到行刑官身边 郑大人 她本就苍白的脸 已无半点泄色 从刚刚开始 她便这样静静地 站在人群后面 郑大人 我又唤了她一句 不去送公主最后一程吗 那郑青童 却好像傻了一般 直勾勾地 盯着婚房的方向 见她一副 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冷哼了一声 不要离开 她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是你 她语气笃定 眼神仿佛要杀了我 我手腕吃痛 想挣脱 却挣脱不开 只得实话实说 郑大人 怎么会是我呢 明明是你呀 她住 我轻轻拿出手腕 揉了揉 这难道不是郑大人 为公主挑选的如意郎君吗 我走进一步 凑到她身侧 是你呀 她为了你去和亲 她为了你杀人 为了你 将本顺遂的人生 过得荆棘丛生 你怎么能 怨得了别人呢 她就这样孤零零地去了 她说 这世上无人爱她 说她这辈子全是不值得 郑大人 你不去陪陪她吗 说完 我转身离开了 我没杀公主 我只是无意间 将她装霞内的 那颗毒药打翻了 我任由她日日 把完那颗毒药 冷眼看着她 在上花轿的前一秒 将那毒药放在袖口里 当我说完那句请吧 万念俱灰的 时日无多的长公主 决然地吞下了那颗毒药 写一点点地 从她的鼻腔中 口中 耳朵中流出来 她一定很痛吧 她捂着肚子 无助地打滚 我问她 痛吗 她也没力气回应我 可我觉得还不够痛 我抬起她的手 一根根地 敲碎了她的手指 每断一根 她便发出一句痛苦的悲鸣 不过一刻中 整个人便软绵绵地 再也不挣扎了 我替她合上了眼睛 因为枪害公主的罪名 杨府一门 军被斩首 郑青桐辞官回家 一把火将自家烧了得干净 等火被扑灭 众人进去救她时 才发现她已自艺多使 一点生路都没给自己留 圣上悲痛欲绝 感念郑青桐为官清正 一事为民 特准了将郑青桐葬在 昌平常公主墓旁 虽不能生同亲 也算死同学了 开春的时候 我带了一壶酒 来到他们二人墓前 坟头的草椅长出吉许 我默默地将酒 洒在他们二人墓前 撂翘春风吹过 流水带着枯枝与树叶远去 祭冬夏 第三次来祭拜他们之时 我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你可愿随朕回宫 我回头对上少年漆黑的眼眸 笑了 他说我与他是同一种人 自当在一起 他说后宫里的女人 让他觉得索然无畏 唯有我 牵动他的心神 他说这大好河山 要与我同享 我危在他怀里 笑得轻浮又浪荡 我在后宫扶摇直上 谁人不知 当今圣上独宠心尽的夏飞 我与皇上 从同谋变成了共犯 变成了知己 三年后 我的孩子出生了 我窝在他怀里撒娇 皇上 可否给他取名叫怀仁 他直起我的手 亲吻了下去 细密地吻传到心间 有一丝酸涩 我听到他许了我一句 怀仁 是个好名字 又过了一年 他带我去行宫打猎 他在踏上小气 我在旁边给他轻轻地摇着扇子 岁月静好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少年的脸 他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 已经被我绑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他眼里有一丝迷茫 冬夏 亲密地如同我兄长 我把玩着手中的匕首 寒光印在我脸上 皇上醒了 他清醒过来 大声喊 来人 来人 可人早就被我支开了 我笑嘻嘻地靠近他 一刀划过他的衣服 他惊恐地叫出声 又一刀刺向他的脸 转眼他的鼻子被我削掉了 看起来可笑又可不 我怎么会放过他呢 我怎么会在仇人踏边安枕呢 我爹的仇 我娘的仇 还有我阿姐 他们不是枉死的 他们是死在黄泉之下 死在他的屠刀下 他哭着求我放过他 他说我们的孩子 会是未来的太子 我笑了 手中的刀更快了 我的孩子 才不要做这天下的刽子手 全文完 都无论 橫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